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2月1日讯,今日,体育媒体Sports Center官推晒出一段视频。 回顾一年前的今天,一年前的今天,胡人出战了在科比布莱恩特及其女儿Jana去世后的首场比赛。 勒布朗·詹姆斯在赛前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讲。 Sports Center官推写道,詹姆斯赛前,缅怀科比演讲视频。 此外,胡人官方摄影师Josh Williams也通过Instagram,发布了一年前那场对阵开拓者比赛前, 胡人主场为科比举行悼念仪式的祖徒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找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